大家好,今天的视频是和头发有关的 如果你有白发或者是脱发的问题 今天这期视频你一定要把它看完 你会受益重身 我们一般找的白头发 都会通过染发去遮盖白发 或者是每天很多人对着镜子 这样叭叭叭去找一找 看见一根然后拔一根 这些方法都是治标不治门 那么今天就叫大家一套暗柔的手法 和一个骨发去除白发和改善脱发的洗涂 可以有效帮助你改善脱发和白发 这是一期完整的手法教程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一定要收藏起来 每天跟着去练习 同时大家记得一定要点赞 因为你点赞了 平台就会转发给更多的人看到 这样咱们就能通过这个视频 去帮助到更多的人 把健康传递出去 废话不多说 下面咱们直接上干货 首先咱们头上最容易长白发的第一个位置 就是咱们头的最前端 前额的位置 如果这个位置白发多的话 我们就要经常去按揉头围穴 大家都知道 头部为猪羊之慧 它要靠各条经络不断的输送阳气 以及营养物质 才能维系它的正常运行 而头围穴又属于胃精 胃精又属于多气多血之精 它在输送头部的阳气当中 占有很大的比例 头围穴在哪非常的好找 首先我们找到太阳穴 然后顺着太阳穴向上走 一直来到咱们头脚的位置 这里就是我们的头围穴 非常的好找 然后手法非常的重要 我们用两个手的掌根处 也就是我们大穴器和小穴器 这个掌根处按到咱们这个头围穴 好 按上之后我们轻轻的用力 你就会感觉这个位置开始发酸发胀 非常的舒服 好 按下去之后 然后咱们做顺时针的按揉 一 二 这个动作建议大家这样躺到椅子上 或者是躺到垫子上 我们找一个放松的姿势 闭上眼睛去按揉 因为我是在给大家演示 好 按揉 按揉十五次 好 然后再逆时针去按揉十五次 这个动作建议大家每天做两组 咱们早上起床之前 在床上可以这样去做一组 然后睡觉之前咱们再去做一组 这样每天按揉头围穴 确保头部气血的供应和营养的输送 而且在玉龙歌里边还有一句歌谣 我给大家说一下 叫做 眉间疼痛苦难当 弱势眼昏皆可治 更真头围即安康 就是说这个方法不但能够改善咱们的白法 而且如果你经常的头痛 或者有的人眉间经常的疼痛 或者是你的眼睛不好 按揉这个位置 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改善 那么第二个头上白发比较多的位置 就是在我们的两边的臂脚位置 两边有白发 那么咱们就按揉脚村穴 脚村穴属于手绍阳三脚精 它是三脚精经脉中的最高点 这个位置也非常好找 它在哪呢 大家看 就在咱们的耳朵最上侧 贴近咱们的头部这个位置 就是耳尖的最上侧 咱们可以把耳朵这样贴到咱们这个头上 然后呢 找到耳尖的位置 耳尖的上侧这里 就是咱们的脚村穴 找到学位之后 我们两个用两个拇指这样点到这个脚村穴上 这样咱们按好之后呢 大家看啊 这样按好之后 你就会感觉有一些酸痛酸胀 如果大家感觉找不准学位的话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咱们按到这里之后啊 好 按好之后 咱们呢 把嘴张开 当你张开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我们按的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小的凹槽 就感觉手凹进去了一点 而且你在张嘴的时候 感觉这个位置会动 那么你找到这个学历就找对了 找好之后 咱们四根手指啊 放到咱们的头顶 抱住咱们的头 好 闭上眼睛 全身放松 这样顺时针去按揉 先按揉 15圈 然后再逆时针去按揉15圈 做完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整个头部啊 都轻松了 包括我们的面部 它呢 就促进了学循环 有利于头发的生长 以及改善我们的白发和脱发 那么第三个 头上容易长白发的位置 就是咱们的头顶和我们的后脑勺 如果头顶和后脑勺白发多的话呢 咱们就要按揉风驰穴 风驰穴呢 就在我们枕骨的下缘 然后脖子中间 两条大筋的旁边 非常的好照 我们用大拇指啊 这样点压进去 然后四根手指呢 这样抱住咱们的后脑部 咱们做顺时针的按揉 同样按揉15圈 好 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圈 三个动作 咱们做完以后啊 我们给头皮做一个简单的放松 叫做指敲法 指敲法呢 非常简单 我们用手指这样 去轻轻的敲打咱们的头部 头部的每个位置 我们都要去敲打 感觉像在弹钢琴一样 这个呢 叫做指敲法 好 这样去敲打我们的头皮 后脑勺 头顶 我们都要去敲打一下 然后敲完之后呢 咱们可以借助这个五指的经络书 咱们呢 做一个干熟头 向后去梳一梳我们的头发 头部 给毛囊呢 做一个放松 最后一个是一个古法洗头放 之前呢 我也给大家分享过 这个方法呢 在本草纲目中都有记载 咱们呢 只需要准备一样东西 它呢 就是松针 松针呢 就是松树的叶子 这个松针啊 它长得就像针一样 也像咱们的头发 一根一根的 非常的尖 所以呢 咱们叫它松针 松针有一个特性 就是 不管它是一年 两年 还是三年 它永远都是绿色的 那怎么去制作洗发水呢 非常的简单 首先呢 咱们准备一小把的松针 把它呢 放到碗里 我们倒上热水啊 先给它冲一下 为什么冲一下呢 因为把它上面这个油纸啊 给它去一下 冲一下 然后呢 把水倒掉 我们把松针呢 放到锅里 然后加上 大概两到三瓶的 矿泉水就可以了 这样加满之后呢 加凉水 我们把它放到锅上 然后把它煮开 水开了以后 然后开中火 再煮上二十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呢 把松针啊 捞出来 把那个水呢 倒到盆里 咱们备用 洗头的时候 怎么洗呢 咱们先把头啊 放到这个松针水里 然后试一下 正常的打上这个 洗发水 洗完以后 冲洗的时候呢 我们就用自来水 把它冲干净 然后我们再把头啊 放到这个松针水里 去洗一洗 主要呢 就是滋养咱们的头皮 我们可以这样 用水呢 洗一洗 洗上一分钟 到两分钟 这个时候洗干净了 然后我们用毛巾啊 把它擦干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 只要你能够坚持去用 不管你是六十岁 还是七十岁 你的头发都会又黑又亮 三个方法 加上一个无法洗头方 不知道大家学会了没有 没有学会的 记得一定要收藏起来 同时呢 一定要转发出去 因为你转发出去 它就自动存到了 你的手机上 想要了解更多 健康养生知识 请关注 请关注